不起心不动念 舍法界没有了 又有一个境界先前 这个境界 时报转眼图 我们叫他做一真法界 这个环境里面 一切法没有生灭的现象 完全是化身 在那里住的人是化身 树木花草也是化身 山河大地还是化身 没有生灭的现象 所以叫一真 佛门的真假 用什么做标准 它的标准是 有生有灭是假的 不生不灭是真的 那么我们现在非常明显的摆在面前 极乐世界就叫真的 极乐世界的人 真的是无量数 它没有生命 极乐世界的人 身体相貌 永远没有改变 就是没有老化 我们这个世界 你看人 有幽年 出生 慢慢长大 有少年 有青年 有壮年 有老年 随着这个变化 这就是假的 极乐世界的人 极乐世界的人 没有变化 他没有饮食 不需要饮食 他不是这个肉身 法性身 居住的环境 都是不生不灭 慧能大使 开悟的时候 说了那五句话 那就是自信 信得心 他看到什么 情境 永远没有任务 永远没有成功 跟我们这个世界 完全不一样 第一个说 清净 所以那个地方人 永远不会生病 永远没有老死 真正修佛的人 没有别的 就想到这个地方去 比天堂殊胜 天堂还有生死 有神秘 很有任务 极乐世界 没有任务 没有神秘 是经教 你对于经教 要能理解 要能够相信 要真正依照 里面的理论方法 去修行 才能提神 阿弥陆 阿弥陀佛 神秘密 看着神秘密 看着这种事情 祝福 有进度 众生不能默胜 千万人修行 难得一个人成就 众生业障习气太重了 所以阿弥陀佛发的这个愿 祝佛如来都赞他 他第一个愿戒引大家 想换个修学道场 换个身体 这个妙却了 到他极乐世界 然后在极乐世界再臣服 是一身 不是二身 我们这一身 往生极乐世界 往生极乐世界也一身臣服 不再有生死 我们这个地方去 这身体不要了 我们一般讲灵魂去的 不是这个肉身 可是灵魂 它是莲花花神 佛来借引 我们看到莲花 我们坐在莲花 莲蓬上 花 花喝起来了 佛带着这个花 放到极乐世界 切膀之中 这个花再开了 就见佛了 它在这个花里面 就产生极大的变化 这个花的音 是阿弥陀佛的本源 我们幸运持民 是我们具备的条件 由这个条件 因缘 具处 果报就陷进 这前面我们学的很多 在这个花里面 花报没有开的时候 就转变了 我们的神 我们具处的环节 统统就变回来了 统统变成 法性神 法性徒 完全依靠阿弥陀佛 我们能信吗 能信 什么道理 华音经常佛事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我们本来是佛 所以阿弥陀佛 能加持得上 如果本来不是佛 阿弥陀佛 也无可能活了 本来是佛 只要帮助你 回头 救了 救世 所以佛 教化众生 他应然 是教 人的根性 不起 教小根的人 教能力 讲道德 讲因果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帮助你 断无修善 断无修善 你在六道里头 你不会躲 三五道 你会 慢慢的上身道 散散道 这对小小根家 根再稍微力一点 他就帮助他 捉迷为武 我说 慢慢明了了 这六道是怎么会死 是法界 是怎么会死 把这个搞清楚了 你就会想到 我不愿意住六道 我愿意住 死神法界 知道什么 那个地方比我真好 能去的真 不是去的真 到那个地方去了 佛菩萨在教你 这还不是 真正的好地方 真正的好地方 是无量寿 是暴徒的人 就是无量寿 那 生死才真正了了 四神法界的人 聊生死 是聊六道的生死 四神法界 叫变异生死 没了啊 六道的分段变异 这个了了 那么 生释迦牟尼佛的 四神法界 就是方便度 总不如 极乐世界的 方便度 好 所以释迦牟尼佛 苦口婆心 劝导我们 诱导我们 要放弃 说我世界 现在讲移民 移民到 极乐世界 现在讲移民